把别人不想做的事揽过来做 还做到专精 很多时候机会就是这样来的 像是新竹传统的水润饼 因为利润不高又很费工 许多店家都不肯做 但是有一个高饼师傅 不显麻烦 烤饼烤出一番成绩 这不紧张 200多度的高温热力 让烤盘上白色面团 泛出古铜斑点 几秒钟翻翻身烤出饼皮焦香 维持内里Q软 三代铜塔在自家后院忙着煎饼 没有花俏的外表 但靠着实在的嚼劲口感 这一块块水润饼 让杨家一吃三代 养三代没有说赚三代 如果有赚钱的话 早就去北地方开大工厂 我也跟我们同学 退伍的时候你还在这边 现在再来找你 你还是在这边 50多年来 面粉铺满了工作室的每一个角落 淡淡的面皮和肉桂香气 时常飘散就是洋水龙家里的日常 从小是同工长大变老板 以前不是用机器 以前是用赶面赶这样一个一个赶的 所以以前我们有五个兄弟姐妹 然后要上前之前就五个排一起 其实洋水龙家里人丁不少 但一家子就算同心协力 十几只手也赶不上机器的速度 而口味只有一种 也跟不上时代的脚步 台湾老板就一样 哪里的鞋子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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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块鞋子都二十五五五三十五五 还有一堆就三十五五五三十五的鞋子 杨水龙的父亲原本在新竹 数一数二的老饼店当高饼师傅 但是老板企图心强 突然周转不灵 一夕之间全倒 杨水龙的父亲顿时没了头路 自己开启小店 老板的前车之鉴 杨家一直引以为戒 保守小店不躁进 半世纪来 从新竹几十家水润饼店 做到现在成为硕果仅存的老店 那时候和饼店做什么都要学 水润饼就是天天会 因为人家会买去当早餐 当点心之下 所以这个是天天会做 从依着食节 祭祀庆典用的昂菇柜等糕饼 什么都做 到慢慢理出优势 把拜拜才吃得到的水润饼 当成零食点心供货 每天都出炉 因此养了一批忠实爱好者 慢工细活和独特稀有的口味 新竹的水润饼翻转成夯饼 没有掺杂任何的防护剂 或者是什么 是很健康的一种食品 是我们从小吃到大 我老公第一次吃到 他也觉得说很特别 就其他地方买不到的 以前都拜拜都会有这个 新竹城隍庙 烟雾缭绕 香火鼎盛 善男信女 五百五宝贝 桌上供奉的水润饼 是城隍爷出笋时 七爷八爷佩戴在腰间 让信众都能够分享平安福气的饼 也叫做平安饼 跟北部的咸光饼一样 都是祈福平安 但是造型和口感大不相同 带着儿子和亲手制作的水润饼 来庙里拜拜 杨水龙对城隍爷满是感激 与其说是城隍爷赏饭吃 不如说羊水龙 脚踏实地 认真做事 用心的工作态度 感染儿女 第三代从小就很认分 我女儿先在读国中迟到 真的 为什么 那想说多坐一会儿 按七点半以后就迟到了 我们上一代是 我以前全校迟到最多迟到到 还被叫到那个司令来 在信号 杨水龙的父亲常常说 国用大臣 家用长子 不太岁的他只好守着家业 虽然书念得不多 但是他很顾家 很会做生意 这间甘马店 杨水龙从小学时代 就是幕后的老板 拿出旧照片画当年 原来他和柯文哲 还曾经是同班同学 他们努力读书 我只想赚钱 不同的路 对啦 人生走不同的路 对... 有万坛吗 没有什么好 到这个年纪了 有什么好万坛 你也是很厉害啊 没有啦 很多人都不会做水润饼的 很多人会 不是他们不愿意做 不是不会 别人不做的 羊水龙捡起来做 做到专精 做成业界No.1 所以即使现在甘马店里 有满满的糖啊拼 但是最畅销的还是每天 现做的水润饼 这一块饼水嫩软Q 朴实的口味 平时的价格 还蕴含延续传统古早味的 难能可贵 优优独播剧场